为了加强改善日月潭的空气品质 县府环保局推动柴油船 加装空气污染防治设备 也就是俗称的绿烟器 现在已经有两艘游艇装设 得到游客正面的回响 会有排黑烟的问题 那这次我们环保局很用心的 我们局长这边南投县政府 主办单位来在这边 有做了两艘船的示范 很清楚了刚才各位记者朋友 来宾的你看那个船的发动情况之下 有装跟没装的差别 马上显现出来 不会有烟味 这样做起来呢 旅游的品质也都会增加很多 在今年测试了两台的游艇 在里面加装了滤烟器 那针对排放黑烟产生的部分 会有很强的抑制效果 所以针对一般大家搭船 会闻到的这个黑烟 或者看到的黑烟 或者是闻到的恶臭 我们在这次加装两台滤烟器之后 都很大幅度的改善 那希望各位在搭船热潭的船 可以有更好的体验 所以环保局在今年完成了 两艘船的事半 南达县政府环保局 已经在去年底公告 日月潭为空气品质维护区 因此希望透过柴油船 加装滤烟器 让游客有更舒适的旅游体验 也更能够维护县内的空气品质 达到环境永续的目的 请启动 日月潭游艇加装滤烟器 正式开头 本身日月潭的环境是非常的好 那我们館顶对我们日月潭 特別关心 所以余居拦头 所以我们虚子打造把这个环境会更好 现在电动船大家是鼓推 但是因为造价太贵了 造价一艘要两千多万 所以目前现有的柴油船 当然要怎么来去把它改变 给环境会更好 所以我就先率先来执行 我们县政府的一个政策 那另外日月潭还有110多艘的 这个燃油的游艇 还是属于没有加装滤烟器的情况 让环境永续会持续努力 希望可以把这100多艘的船 都可以来加装滤烟器 让我们民众可以有更好的搭乘体验 那也希望各位船东南 跟环境永续配合 希望可以打造更移居的城市 加装滤烟器的船艇在发动后 不但没有黑烟也没有柴油味 启用至今让游客都很肯定 县府环保局也欢迎 有兴趣装设的船家 可以踊跃来询问 大家一起为日月潭的好空气 尽一份心力 记者金轩达到线采访报道